四位骨灰结老光棍 又聚在村头口嗨了 由于内容过分色情 牵涉村里几位徐娘 18岁以下的孩子都被他们赶回了家 他们今天口嗨的主题是 说说那些年因为口嗨挨过的打 年轻时是生产队队长 每天上班摸鱼摸人妻 终于有天不小心摸到了脚草机 费了一只手 没了女人缘 这人原先有媳妇 但色胆包天 烧破小姨子的炕头 想对小姨子搞事情 别激你姐夫 当晚就被媳妇一脚踹了 加入光棍大军 地主家的公子 12岁被包办婚姻 新婚夜不肯洞房 被泼了媳妇硬巴裤子揍了一顿 从此对女人无感 最后一位老棍 也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老杨表面是光棍 实际上有固定相好 相好叫二样 年轻时两人经常慕天洗地 没笑没造瞎口 结果搞到了二丫的肚子 二丫的父母嫌老杨穷 不但赏了老杨一顿 还要二丫夹掉了娃娃 嫁给村长做村长夫人 娃娃没想到抑制婚数 也阻止不了两人狗和至今 每次完事之后 老杨会掏点钱贴补二丫 不过这次二丫竟白手说不要 原来他描上老杨的小金库 打算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 让老杨出大头 老杨无儿无女 和二丫温存是他这些年最积极的生活动力 他乐意出这钱 然而为了确保儿子学费管购 二丫还秘密周旋在几个光棍 甚至更多的男人之间 把心当做了交换条件 这边不知情的老杨为了攒钱 天不亮就敢牛车到镇上买西瓜 没想到遇着强买强卖的流氓 800金瓜一斤五毛 却只给老杨100块 老杨不肯卖反被打得头破血流 回家后二丫好一顿温存 才让老杨满血复活 只不过这一次挨打 让老杨习得了社会生存法则 几天后成立的商贩来收刮 老杨和几个老光棍讨价还价后 决定一斤五毛卖给他们 他们喊上村民伙计活掉 带上刮来买卖 有的人把破刮也拿了 商贩不肯要 把刮往外挑 老杨一看急眼了 开始暴力逼迫 商贩开车想跑 梁大头就碰子 躺在车库路下静静吃刮等数钱 村里的刮在老杨的蛮横下 难得卖了个好价钱 老杨成了乡亲们眼力的英雄 当天夜里二鸭也难得 与老杨盖背聊天 几番彩虹屁夸的老杨 飘飘然当场陨落 腰把攒下的钱 全给二鸭儿子建根上学用 可当建根真的收到录取通知书 老杨却突然变卦了 六十岁的光棍老杨 瞧上对面十八岁的川妹子 在众人的调笑声里 他拿出准备好的六千块红包 给了两位自称大舅哥的男人 算是与妹子成了好事 二鸭盯着那本该 给他儿子垫学费的钱 酸溜溜的说 原来二鸭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老杨才知道二鸭的相好 不止他一个 他以为的年少情义 却只是二鸭众多交易的一个 心碎的老杨顿时厌倦二鸭 萌生了娶气的念头 于是从人贩子手里 买下小妻子 二鸭骂骂咧咧走了 老杨给妹子烧了只鸡 闻了酒招呼妹子吃饭 妹子低头小口吃的鸡肉 不搭理老杨 但夜里他就遭罪了 另一边 见过妹子的翘三 因为二鸭一句挑唆也起了心思 他竟对父母说 自己想要老杨的媳妇 老父亲被气得够假 从炕上爬起来抡起拳头 就往翘三身上招呼 一边打一边骂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天刚聊 这老父亲就到老杨家 串门开口就要找老杨买妹子 气得老杨差点拿夜壶砸他 翘三知道老杨不可能转让 也歇了心思 老杨也不计较 转头就让翘三带自己和妹子去及时转转 妹子跟着老杨进了一家理发店 在老杨沉浸时洗头时 妹子找准机会跑了 只是没跑多远就被翘三截住 这妹子非但不怪翘三 还跑到翘三家里说啥都不肯跟老杨回家 翘三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摔 你了解 起来 你让她下家跟哥来 可老杨对妹子的新鲜见还没过 当然不同意 当天夜里 两家人闹到了阿尔牙家 想找阿尔牙的村长丈夫来一段案 村长先是问妹子想跟谁过 比起操老头 妹子当然选年轻帅气的翘三 老杨气炸了 先被子就要拽人 就在这时 二牙抱着孩子高兴地走了进来 嘴角是掩不住的笑意和算计 他劝老杨把妹子让给翘三 还说老杨以后有钱能找更好的 正在气头上的老杨会同意吗 架不住旧钱二牙溺死人的眼神 老杨把刚得手的18岁娇妻 按原价6000块转让给翘三 拿着钱进了二牙家 首先垫给二牙的儿子上大学 二牙一听两眼放光 只盯着老杨手里的钱 假一客套几句就收下了 在二牙心里 老杨拿有钱重要 而老杨闷闷地抽着烟 满心想着有缘无分的妹子 此时的妹子正在翘三全家人的监视下 让村里的老师代笔给父亲屈心报平安 他知道逃跑无望 没有说被拐卖的事 而是编造了幸福假象 希望远方的父亲放心 我找到工作了 我赚了好多钱 我买了衣服 买了吃了 我啥子都买了 我还找了个男朋友 个子长得挺高的 对我也挺好 还能不要操心 妹子好像接受了婚姻 与翘三关门过起日子 而长过了娇妻在华的老杨 突然一个人睡在帮硬的炕上 老杨倍感失落 他拒绝干二牙温存 也不肯下地干糊 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这样下去老杨肯定要憋出病的 直到这天 老杨终于来到150公里处的北京城 找年轻小姐 在一个招待所门口 老杨终于找到了漂亮的小姐 一番讨价还价后 小姐倒着给老杨20块钱 就在老杨准备一盏雄风时 小姐却戴上手套 给老杨安排一套马杀计 老杨几次要求深入交流 都被小姐拒绝 老杨不高兴骂对方没有职业素养 要求退钱 你就扶我退不了 退不了你就给我退了 退了 退不了三个吧 小姐阴沉地叫唤一下 激活老杨上次卖瓜被打的痛感 老杨拔腿就跑 几天后妹子也遇上事了 写的信被原路退回 原因是他爸爸死了家里没人了 他想让翘三陪他回家 然而翘三的妈妈不敢 他的理由多了去了 妹子是被拐的 他怕儿子被抓被打羹 怕人踩两空 言外之意不能让妹子跑了 走投无路的妹子为了回去的路费 哪里还顾得了喜恶和体面 所以他不得不堕落 他连夜去找老杨借钱肉肠 几个点钱 没钱 你不算你想咬我呢 不要 三秒过后 老杨被追上门的撬三砸破脑袋 他满脸是些躲进了六染家里 嘴里说着来我家还打我没道理 狼狈又委屈 本想在六染家躲一晚 哪只夜里 六染裸着身体紧挨着老杨 想跟他搞事 老杨直接骂娘跑了 故事到此结束 六千银票换交期 戏台闹让街照离 浮生如漏白 荒郊须里埋 夜半鬼没油 夜夫隔窗小 暂起灯红厨 消遣度春宵 这些主演不是专业演员 是距离北京150公里的贫困嘎拉 顾家沟的村民 但他们演绎的乡村故事 却在国际获奖不断 闲着晒太阳的老光棍 新手拈来的荤段子 村长妻子行走的多巴 买卖倒卖被拐妇女 他们用赤裸的语言和行动 让我们看清欲望的模样 看到人是怎样在追逐欲望中迷失自我 在空虚 无聊东缅滅人性 那里觉得这些人是这些人私人是这些人 在两首都之后 我听准备了